一会儿说 现在的社会 就是说有钱 自个儿咋着点 不能乱花了 这近三年还不知道怎么办 有道理 说反正这个 挺难的就说 咱这样说 全都花了 连个那个 手头连个户屋都没有 看病 吃饭 上学 都在花钱 老哥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计算机研究所 这是高文化文字呀 那更是 那现在也都是好工作呢 一看您像领导 是吧 单位领导吧 那您是好工作 也是在这退休的是吧 对 您今年有多大 69 你身体看得挺棒 您在退休工资高吗 社会 你一整社会 你还能高哪 我这14年退的 4000多块钱 那不够好 那您的工作单位好 为什么那么低呀 我觉得至少他给您8000 才合理 原来事业单位 给转成企业单位呢 这一下就下来了 我们原来 就你都 国家科委 对吧 科学院 我来说 科学院 一转成市 改起了 市转起 完蛋了 市改起就 少了太多了 小说话 小说话 真的 说你那啥的话也能说 不参与意见 哎 他爱能折扰 是不是 这社会可不是 你老不信 你说了半天 其他什么作用啊 一点作用都不 没告诉你 现在这社会 自个 照好自个 别多变 这倒行 是不是 对 没好身体 你多活了 多拿几年退工资 没错 得病的话 真是没 没那啥了 攒的钱都给医院了 是啊 咱们说了 你 你 跟咱们说话 有钱 人没了 人钱 人没了 是不是 没花了啊 对啊 您刚才说的这个工资 比如说 咱们这个北京 退学工资 因为有 有一万的 一万在北京的话 在什么水平啊 那个 都是属于 国家机关 机关 他为什么现在老说 那个工资 不平等 企业退休的 企业的才几千 全都低 买赠工赠的 是 全都低 全都低 谁造成的呀 也不是你造成 也不是我造成 对啊 就是差距有点大 不是你 你改 改什么呢 最后让老百姓 去他们给你们 顶了 售那份 一个企业 挺好的企业 让他们你关天被暖 全都倒闭了 对 都他们归私人情报了 现在成 现在反正有的吃不上饭 有的 有的就吃不下饭 太多了 现在因为刚才 我就看网上 说这个 这个先 以后的贫富 越来越大呀 好好看看山南 贵州 大山里头 大山里头 那那叫 过的什么日子 小时候没 过的什么日子 你说什么 说什么呀你 反正说了 咱不用咱们像 像你们做做媒体 就往那边走 身上就做做媒体 帮扶去了 扶贫去了 扶贫去了 自个扶贫去了 他挣钱 扶贫他 个人力量太有限了 除非跟那谁一样 只能是扶贫一个人 一个人 针对一个人的环境 家庭环境 你就是帮着他 大山这么大 说实在 全都跟大山里住 都是国内海 地里好食 你看他们吃土豆 他就顾不到你老百姓 顾不了了 但是也在管管人家 就这一辈 像您这老一辈的 是吧 都是为国家做出货 奉献的人呀 是吧 你说姥姥 我靠谁呢 44年工龄 我才拿6000多 是 年纪上说 慢慢的给拉平 谁管你 该怎么涨怎么涨 你拿1万多 该怎么涨怎么涨 也是 你拿那3000多 2000多 你该怎么涨 按比例涨 他1万多 他涨得更高 对呀 是吧 差点又大 工龄我那么占用 是不是 是 工龄他也是这么 该多少钱 拿多少钱 你也高不了哪去 好吃够喝 得了 他能活多少钱 那得好好活着 活一天 活一年 活一个月 他拿一个月工资 是吧 退休工资呢 我70了 我 咱说我好了 说活20年 是不是 活20年 那到90了 再给你多加 好像多加500 是吧 还100多加500 加不加 那国家早给你找不回来 那物价成功了 是不是 是 是 你说这是 你家那管命啊 这物价涨得更快 天眼的 咱说了 那玩 工资还是 退休工资 退休这些 老百姓还能涨10% 3.5 3.5 一个人到你手里 能拿多少钱 就咱是工人 能拿多少钱 100多个钱 你物价涨多少 现在都得什么呀 一分钱 两半 你有权利 像影星啊 影星啊 这些人 原来都属于 社会 对你 现在都是 大款 都是大款 追着到 对象了 什么 国家 你应该等治理 你现在 你转了 你顾都过来 顾不过来了 别把 说人外国 咱不能比 说你中国 他都光改老百姓了 光改老百姓 越改越低了 扯乱了 先父早 转全天了 先父 没带动后父 只是先跑了 转到国外 要不我说 国外 真正的要 要把你这些人 都能给他们 报告出来 嗯 没错 你说实话实说 确实是 有钱了 国外 国内 都不换了 不给国内 做 做 也行 都帮助国外 帮助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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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缺钱 是啊 以前可能 这种 货帮助 差点不大 大家的幸福感 都差不多 收入上 也都差不多 就是随着 咱们这种 社会的进步 收入的差距 确实是 越来越大 这也是 社会发展 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然 也希望在 国家的这种 调解之中 让大家的这种 贫富差距 能越来越少 不是说 共同富裕 是吧 先父 带动后父 也不能说 你先父的人 赚了钱 就跑到国外 去消费去了 所以说 老哥说的对 不能让这些 先父的人 把钱带到国外 去花了 那对于咱们 自己国家的 这种经济的发展 是没有好处 是吧 所以我们 会在走 北京的胡同中 经常 会让您听到一些 老北京人的一些高论 也会让我 受益两多 有机会 在胡同之中 碰到您 在一块儿 再聊一聊 老北京的 故事 好吧 今天是给你到这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